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离婚是我提的 他提出来之后我就知道刚好我们俩意见都相符 同一了意见 平静接受离婚结果 所以今天郭先生的目的是希望父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对 我们来的目的就是这样 那么你呢 我也是这个结果 希望谁接受 希望我的公公婆婆 为什么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呢 直接原因呢 是因为我出轨 根本原因呢 还是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乐意说 舒服在这个婚姻的围城里面 刚才郭先生说到自己出轨的时候非常的坦然 很少有男方当事人坐在这里这么坦然的谈这个问题 对 这个我跟别人是有点不一样在这个方面 没问题 这个可能也不符合一个主流的价值观 包括等一下胡老师可能也会对我有批判 这个我都能接受 这就是他 你接受吗 你接受一个这样的他吗 我觉得原来我没想过他是这样的人 但是后来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我一开始也不相信他是这样一个人 但是时间久了之后 原来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的意思是事已至此 我只能接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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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场 夫妻俩的表现给我们一种奇怪的感觉 郭先生大方承认自己有万遇的现实 毫不回避 妻子杨女士表示平静接受 似乎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早已达成一致意见 那么杨女士又是如何做到 面对丈夫突如其来的情感背叛 而心如止水呢 当初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会伤你的心吗 伤 很伤 肯定很伤 打击很大 因为在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前 我不认为我们之间感情有问题 而且我也不觉得他不爱我了 一下子知道之后的话 当时肯定 还是心里还是很难受的 所以我能不能问一句 是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差不多 杨女士说 丈夫的这个外遇是他们的一个朋友 和他们认识还不足一年 丈夫是去年十一月份 才和这个第三方发展感情的 今年三月份 自己才从朋友那里知道 丈夫情感出轨的事情 郭先生 你没有选择像刚才那么坦诚的 主动的告诉他 我可能也有过一些暗示 但没有直接把他叫出来说 我有过这有这个一个情况 你想通过这个暗示告诉他 对 其实我想让他早一点知道 为什么呢 瞒着怎么会不好 瞒着就是撒谎 坦诚一点 我是希望能坦诚一点 所以你坦诚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这个很重要 那就是尽快结束这个婚姻 那么问题来了 你是为了要尽快结束这段婚姻 所以有了这一段所谓的出轨 还是因为有了这一段出轨 才有了你接下来的离婚 应该是前者 就是说我首先呢 我出轨呢 肯定是感情是出了问题的 所以才出轨 你的意思是所谓的这个出轨事件 给了你一个推动力 结束这段婚姻吗 对 如果是没有这个导火索的话 会很突兀提离婚的事情 没有一个原由 你是说这个反而成了一个借口 理由了 是的 是的 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契机 为了早点离婚 选择背叛夫妻情感 郭先生给出的理由 显然站不住脚 也不符合逻辑 在这个理直气壮的理由背后 给人的感觉是 他似乎在为自己对婚姻的不忠开脱 在他看来 因为没有爱 所以选择离开 之所以选择离开 就是因为没有爱 那么面对郭先生的解释 杨女士又会如何应对呢 我想知道原因 要知道为什么 你要这样子做 到今天你找到这个答案了吗 没有吧 表情淡然的杨女士听到丈夫的解释 最终没能做到心无挂碍 他刺客的疑问 也是我们最想了解的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郭先生毅然决然的选择离婚呢 其实我老婆是很好的一个人 并且至少以我的角度来讲 她很听话 也很善解人意 我对她整体评价还是很高的 只不过就是不太喜欢那个氛围 恋爱的时候总是会觉得 可以和这个人死了终身 渐渐的你觉得什么变了呢 对于人生以后该怎么过 这个想法总是有一些新的补充 比如说 比如说我是对这个人 渐渐的没有了感觉 还是说 因为我进入到家庭生活 一些或大或小 繁琐的家庭琐事 让我对现在的生活产生了厌倦 我对于她还是有感情 毕竟那么多年 并不是因为她这个人 我们更多的话 像亲情 在一起时间那么久 我们感情还是很深的 然后你刚刚提到第二个说 对于这个进入到家庭生活 我倒没觉得具体到说 孩子哭闹 我烦啊 还是说跟 跟她在一起 接下来处理很多这种家庭琐事 我也没觉得 没有感觉到这个 这方面的繁琐 那你会为了你的这一份新的感情 选择 我的意思是结束这一段进入下一段 短期内的话 我觉得这接下来的两三个月应该是会的 但是长期会是什么样 我还不确定 我还是希望以后能自由一点 自由 人生自由 还是心理上的 其实 心灵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 选择和妻子离婚 并且发展婚外感情 难道这就是郭先生口中心灵的自由吗 这是不是郭先生玩的文字游戏呢 杨女士说 关于丈夫想要的心灵自由 她可是早有耳闻 其实这个她之前就跟我讲过了 也讲过很多次了 我也听过很多次了 理解得了吗 你要说真正的去理解 还没有 我觉得她这个要自由的观念和新的感情应该在一起 我觉得是在一起 自由跟感情跟这个爱情 她不是一回事 她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跟她在一起 为什么就不能有自由呢 比如说我跟朋友吃个饭 到晚上十点半的时候 那我要考虑一下 家里面老婆孩子在等 我要回去了 或者说我出去 我想出去哪里玩一下 玩到三四天的时候 想想家里面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这个时候有这个婚姻的关系在的话 那么当然要承担这份责任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 你要寻找这份自由 可能这个所谓的婚姻就得暂时放一放了 无论跟谁 无论跟谁 是的 是 所以到底你追求的是感情 还是追求是个人的自由 还是个人的自由度 我比较 我是比较自私的 追求个人的自由 顺带发展一下新的感情 最好解除婚姻 恢复单身 郭先生想要离婚给出的理由 路数不算新 可他自己却不这么认为 他相信这是一条光明大道 那么这条大道的名字 为什么要叫自由呢 比如说这个想法是在我结婚这些年以后 我觉得我被婚姻所说过了 我比这要早 更早 我认为应该在高中以前 高中以前 我一直性格都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也有一方面原因 可能也是因为家里面会给我比较宽松的一个生长环境 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我是比较幸运的 就是我的父母 从小对我不会是这种 中国式的家长生的那种教育 就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你不准怎么样 我从初中开始呢 可能人格上是比较独立的 走到婚姻这一步呢 这个婚姻的话呢 我跟他在一起恋爱了四五年的时间 差不多 然后呢 才结婚的 就是我呢 是家里面唯一的一个儿子 结婚是 必须要完成的一个人生任务 对父母是一个交代 对我们俩的感情也是一个交代 毕竟我们俩在一起那么久 其实我本身并不想结婚 他们也明白 在我结婚之前 我也有跟他有讲过 我并不想结婚 你是说你的婚姻是为了给 众方一个交代 嗯 对啊 你给自己什么交代呢 给自己就是完成 我对于父母的笑 对于他的这段感情的一个交代 我心安理得了 可以啊 我也结了婚 也生了子 有了后代 我走过这一段了 对啊 接下来 接下来 我觉得人生这个东西 它就是一个经历 我之所以来呢 觉得这也是一个经历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可以跟主持人聊一聊 跟胡老师 还有其他老师聊聊天 见见面也蛮好的 对我来讲 这今天来这里 还是跟你当初结婚一样 是为了给父母一个交代 对对对对 他结婚之前确实有说过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 说着玩的 我当时没有太在意 他说的这些 我没有在意 但是后来他跟我说 这个是真话的时候 那心里肯定还是很伤心的 我现在才觉得 可能我不该去忽略这个问题 当时应该好好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 那你甘心吗 还好吧 我觉得 甘心 甘心了 真的吗 现在就是这样子 为了我老婆 为了我的父母 为了这一群朋友 极大欢喜 然后我们还是继续 在一起这样的将就着过日子 还是我坚定地选择 我想要的生活 那么我就是对这个时间 做一个选择 那么我的选择就是后者 你选择了你自己 想要过的生活 小杨也接受了 对 你对他有安排吗 有 就现阶段来讲的话 留下来的一些生意的话 也够他在上海生活 全部交给他 对啊 全部都交给他 我就所有的东西 就两个包 骑这辆辆自行车 带了三百块钱就走了 就这样 你已经设定好了 不是 我已经这样做了 已经这样做了 对啊 在一个月之前 其实很少有人 能够说改变我的想法 或者左右我的思想 挺难的 所以主要还是因为 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血液里面 流淌着这个自由的基因 儿子在场上 显得很轻松 嗯 对 你呢 我我感到很伤心 我的想法是 孩子还小 嗯 不想让孩子失去父爱和母爱 将来我儿子还要娶 媳妇还要嫁 事情会更多 我认为 所以说 不想让他们 媳妇会不会嫁 我不知道 但是你儿子将来不一定会娶 这个 我也不会同意 他不会娶 我也不同意 如果说我 我的父母坚持我 三五年之后 还要再娶 也没问题啊 我再将就一次 当我那个时候 如果说 结婚在三五年之后 我又觉得 又不想了 那就 就是在重演 现在的历史 这是你想要的吗 这是他们想要的 儿子所说的 寻找自由的这一点 我儿媳妇 现在也给他自由啊 他也没说 怎么不让他干这 不让他干那 他觉得是心灵的自由 心灵的自由 怎么说呢 每个人对自由的 这个定义是不一样的 我认为现在 他是一个很不正常的人 对于他所说的 他骑个自行车 带着两个包 三百块钱 就可以出门 妈妈能够理解 接受吗 不接受 当时我就拦着他 你想拦他 对 没拦住 就骑着车 带着包就走了 我也没有奢望说 家长 或者说我周边的人 能够理解我 可以不用理解 最后这个结果 反正我还是坚持 我要的结果 你周遭的人当中 有没有人能理解你 甚至是支持你的 没有 现在的情况 就是众叛清理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对于人生啊 这个应该 对于这个生活 该是怎么样子 一个过法 我并不享受别人的 一个意见的左右 我觉得我应该怎么过 这个应该是给我自己决定 在母亲看来 儿子这是不正常 他无论如何 也无法理解 儿子要追求自由的决心 在他看来 有老婆 有孩子 有一个完整的家 这就是幸福 也是人生最大的自由 可郭先生并不那么理解 正当他满足于 对自己构建的精神世界 侃侃而谈时 调解员胡建云决定 要给他灭灭火 除非在这个世界上 你是独自一人 否则可能你想象的 那一种自由 它是不存在的 那你今天把妻子给离了 有一天 你能不能把父母给断绝吗 他也不能啊 我不反对 对你的自由的追求 我是说 婚姻的存在 它真的跟你的自由 有天大的矛盾吗 你其实自一人 出爱者 一种对自由的追求 消失在 这个家庭事业之外 我都帮你想到 有个很滑稽的结果 你知道吗 本来你的背影 走得很苍疗 也很浪漫 结果不出三百米 你就到那位家里面去了 这一种浪漫的故事 就戛然而止 那如果这是事实的话 其实你真的要问自己 你真正的自由究竟是在这一边 还是在那一边 因为到现在为止 你跟那一位还是在一块 对吧 你现在是说离婚的话 是近身出户 对吗 那将来如果物质条件不够 然后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重新构建你的物质基础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自由又会远离一段时间 这个我觉得 恰恰是我想要的 我要重新开始 从零开始 我觉得也很好 我认为这段经历 也是很难能可归的 你能不能梳理一下说 你现在究竟离开婚姻是对自由的追求 还是对欲望的放任 都会有 对自由的追求 其实从你的表达来讲 略显担保 因为我有个标准 很追求自由的人 有他相应的言行习惯 也就是说 他对自由的理解 其实生活在他生活当中 一点一滴体现出来 他不是简单的对现实 这种生活的挣脱 他其实是对这个世界的探寻 理解 表达 比如说这个人 我们突然觉得他很怪异 他要追求自由 突然他在那里 画画画三天 我们一看画得特好 我们就知道他内心构建了 一个很大的精神世界 所以追求自由 他不是简单的 对一种状态的迷恋 他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他其实就体现出来 那反过来我就会觉得 在你身上 从目前来讲 就给我一个印象 我就觉得你意识到了你的优势 你也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多样化 你现在有条件去玩 你开始释放你的欲望 但是释放这个欲望 你会发现你良心上有煎熬 你会对不起其次的眼泪 对不起父母的担心 所以你索性走远一点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你仅仅是为了释放欲望 又惯以追求自由的旗航的话 今天众叛清理 那有一天其实你会发现 索然无味 而有些事情回不来的话 就确实略显麻烦 你说你自私 我觉得你这句话才说出了你自己的要害 我是一个已婚的男人 我面对这些责任 我应该做些什么担当 我怎么才对得起我身旁的这个女人 今天你上有老下有小 你不为他们在考虑考虑 可是仅仅考虑的是自己自由的生活 我觉得你不忠不孝 你说你骑个自行车拿上两个包 拿上三百块钱 是 你一个人吃饱 全家都不饿 那你孩子呢 他也能附上自行车 他也能背上两个包吗 如果是你会负责任 今天你就没有这么平静和谈人 你应该告诉你自己的妻子 告诉自己父母 我的孩子 我应该怎么安排 我对我身旁的这个女人 我又怎么交代 我对我的父母 今后的生活 我有什么担忧 一个男人 我觉得如此的自私和自负 你如何在社会上进入主 谢谢老师 面对廖阿姨一连串的发问 郭先生没有任何回应 反而很有礼貌的说了一声谢谢 看得出来 在郭先生心中 廖阿姨也是没能读懂她的人 接下来李金平老师发言 他又能否读懂郭先生想要的自由呢 郭先生今天所提出的这种自由观 不应该被简单的批评 指责和诟病 因为我想你的今天的这个观点代表了很多男士的心声 特别是结婚多年之后的男士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首先我能理解的你对自由的呼唤 但我不能理解的就是你没有真正逃脱束缚而真正投身自由 你没有这么做 你比如说您在婚姻当中 然后您觉得从道德的层面 从责任的层面 您受到了束缚 然后您需要自由 但是您脱离了婚姻之后 直接投入到另外一个女性的怀抱当中 她是不是随时给你任何的自由 你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跟她联系 没关系 然后你可以对她不承担任何的责任 你可以对她不尽任何的义务 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那么这叫自由 如果不是 那么你就不能用自由来解释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 你这是一个本我和超我之间一个冲突的一个问题 本我是以快乐为原则 超我是以道德为原则 你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现在起了严重的冲突 那么谁来调解她 那就是自我 你就是自我太弱小了 那么为什么在本我和超我之间 你最终选择了本我 就跟杨女士有关系 杨女士今天在这个现场的表达非常的简洁 我们主持人问什么 说什么 多一句抱怨 多一句解释 什么都没有 实际上您的性格给郭先生一个很简单的选择 那就是你这边他很容易脱离 他不用太复旧 因为他没怨你 因为他没骂你 还有就是你随便跟他谈一下 他甚至可以跟你协议离婚 我觉得所说的善解人意 又听话很容易就被你搞定了 就包括你出轨都会说我了解他没事的 反正他也会原谅我 正因为他如此这种伟大的品行背后 让你在天平倾斜倾翻的那一刻 而他成了最容易被拿掉的砝码 但最后我想提醒你的是 你说你尽职尽责了 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 因为你成全了你爸妈的想法 但你别忘了你身边这位女士 跟你有七年的感情 而你相处甚好 他的品行道德 包括夫妻相处 你无疑可以指责他 那么他跟你 我算了一下 你说你们相恋四五年 他大概结婚也就两年 他有一个短暂的婚事 今后你让他的人生怎么办 你为了成全你父母 你害了一个曾经一度跟你有七年感情 又相依相恋的女人 有一个短暂的婚史 你知道这社会有多现实吗 一个短暂婚史的女人 今后会有怎样的人生 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相信你这么理性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第二个 您家的孩子 你只为了给你父母一个交代 然后你放了一个未满岁的孩子在那 他的痛苦 现在他不能言说 今后未来你对他的创伤 只有未来能看见 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段 他一定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 为什么 因为经历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的说 某一种价值观对与错 因为时间空间都在变化 要自由没有错 而且李老师刚刚说的话 他说是说出了电视机前 或者说在场很多男人的心声 我当时就咯噔一下 因为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种心声 我也想往自由 就我个人想 自由应该是心灵上的 这点和你的想法不谋而合 可是你发现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在追求你心灵上的这种自由 可是你 你现在的所有的行为 是在挣脱形式上的一种束缚 如果你今天只是简单的认为 我背着行囊离开 我把所有的东西留下 我去追求我自由的生活 我不想被舆论所引导 我不想被社会价值观 所牵得鼻子走 我不想被我的妻子 女人家庭 所牵判 如果这样就能获得自由 我就很担心 你如果只是朝这个方向去走的话 你获得不了自由 最终你可能获得的 会是更多的前排 因为毕竟你还活在这个社会当中 但是回头正因为是这样 你用现在这种形式 去追求你向往的那种自由 是不是真的能够追求得到 因为当你真正感觉到 你能够超脱形式上的一种牵判的时候 其实你内心就自由 最后我要提醒你一句 我很少看到一个这么好的女人 非常少 我觉得一个女人为了爱 其实对不起 有点激动 我觉得你的妻子现在放开你 不是不爱你 下下相反 就是因为他太爱你了 李津平和徐晨刚老师的观点 可以说为我们理解郭先生的自由观 提供了一些思路 只不过我们越是对自由有深入的理解 就越发觉得郭先生要的自由还是稍显单薄 胡老师再次发言 他觉得是时候让郭先生正是现实了 我想赤裸裸地说几句话 有几个点我们可以强调一下 在所谓的自由后面 其实藏着一个巨大的欲望 但是我们不好把这个欲望说出来 所以我们就把自由当作一件T恤穿在身上 其实我个人认为 你所谓追求自由 要的就是不负责任 你所谓的追求自由 要的就是一个新鲜的姑娘 说白了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这里面并不高雅 并不潇洒 那么你善良的妻子是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的 因为她对于这种比较泛滥的欲望 她是比较陌生的 她发现自由是一个很好的说法 因为自由拿出来之后 我们大家都蒙了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难讨论的话题 除了善恶就是自由了 那我们会去再追问一下 当她获得了自由这么一个旗号之后 她会离开这个婚姻呢 我个人在这里说一个观点 我认为是郭先生的父母 和我们的杨女士 太不任性了 太好应付了 如果郭先生的父母 厉害一点 不那么顺着自己的儿子的话 其实郭先生是会害怕的 如果杨女士奋力抗争一下 提早发怒 而且怒得要不要这么的稳弱的话 郭先生也会收敛的 我告诉你天下的男人 其实都是在父母和老婆的愤怒声当中 全身自己是好男人 这就是一种相互的制约 当然我在这里这么赤裸裸地讲的话 我也相信就是讲了 两位老人家和杨女士 也不可能说马上就好 我知道了 路西秀 然后从此就变成了一个很坏的样子 当然如果你能做到那一点的话 可以告诉你 郭先生就会回来的 所以说白了 郭先生也就是在各位的放任之下 他开始用自由的旗号 去追求一个新的姑娘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感人故事后面 比较简单的一条主线 当然我这样说郭先生 其实我也在嘲笑我们自己 因为不知道为什么作为男人 我们就有那么多毛毛糙糙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 人成熟的一个标志就是自嘲 胡老师还是坚持认为 郭先生虽然戴上了假面 却依旧改变不了他参加酒会的现实 他现在是乐在其中 孤方自上 老师们的话会给郭先生带来影响 随后密室交流展开 杨女士主动选择了李金平老师 而郭先生选择了徐晨刚老师 他说的还是那套话 已经说给我听过了 我们所有人都听过了 那我们分析的这些 你觉得哪观点 觉得是比较站得住脚的 就是他的那个自由 这是个借口 他就是贪图新鲜 听得出来 杨女士之前对丈夫提出的所谓自由 还是半信半疑的 听了老师们的分析 她才回过神来 接下来就要看她的态度了 她还会选择去挽回与丈夫的感情吗 今天回心转移 我觉得不是问题 那对未来的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对未来没信心 没把握 糊涂又糊涂的好 看得明白 自然会有看得明白的烦恼 此时的杨女士实际上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因为活在这个时代 跟过去的时代真的是就是不一样 他现在不仅是他 几乎我们每个人都被法律给了足够的自由度和自由空间 还被这时代给了更多的自由空间 在随后的交流中 李金平老师就杨女士下一步的生活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并鼓励杨女士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 与此同时 唐上徐晨刚老师和郭先生在交换意见 在徐晨刚老师看来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能够理解郭先生现阶段的想法 只不过他如果坚持继续这么做 对很多人都缺少交代 还很幼稚 我就觉得你现在的想法是给自己没有后 我这只是作为一个老大哥的这种过来人的想法 不是在说这样 是的 你说的我很赞同 有可能会这样子一个很极端的结果 就是让自己以后就是会很悔恨 现在的这种选择 你的行为 有可能就是会 你老婆一辈子 你女儿一辈子 是这样一回事 那如果是这种伤害 那就是两回事了 儿身自由儿身父 郭先生最后一句话 让我们的内心凉了半截 难道说自由真的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小夫妻俩消极的态度 让我们陷入了深深的担忧 除了场上和密室 廖阿姨也在编导休息室 和郭先生的父母交换意见 你这个儿子 他懂得他的媳妇 一定会原谅他 真的你们把这个媳妇看重一点 这个是我说起心里话 是 现在我们都站在我儿身 我跟你讲 你看他不抱怨 但是你的儿子恰恰就 欺负了人家 这个人本有点 他把人家的这种 他把妻子对他的原谅 理解包容 总是软弱可思 在廖阿姨的开导下 密室缓解的最后 郭先生的母亲主动提出 要和儿媳妇谈一谈 这场婆婆和媳妇的谈话 最终能否改变两个年轻人的决定呢 以心向往自由的郭先生 能够获得自由吗 内生 跟秦魏老师聊过之后 现在自由的心有改变吗 会有增加更多新的想法 对我的想法会有一些其他的补充 各位老师刚发表了很多观点 我也有引起很多的共鸣 很多地方我还是很赞同的 但是我的决定依然是没有改变 所以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想法 小杨这边 我的话就是 那么快去领离婚证 你的意思是可以选择暂时先分开是吗 短时间的 暂时给老人一个缓冲的时间吗 对 是的 我同意 我也同意 主动才在你们手里吧 如果我们大家没有看错的话 先让她去探索一下 她理解的这个自由 后面时间和生活 会给她一个答案 那个时候她肯定是会回来找你的 杨女士也可以大胆地 自由地去追求自己的什么 自己爸爸妈妈 如果你们俩其实过得好的话 然后你们俩多一点对孩子的关心 我想他们 他们也会接受现实 虽然未必支持 郭先生 刚才小杨已经表示 接下来这段时间 可能你们要花更多的 不是平复自己的心情 而是如何让老人 能够更平静一点地 接受这个结果 所以这方面可能你要付出的会更多 妈妈现在依然心里还是不舒服 要做些什么 可以做些什么 希望你能够行动起来 调解结束了 最终夫妻俩还是坚持了各自的选择 平静地分手 我们尊重他们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因为这也是一种自由 可惜的是 他们的选择 尤其是郭先生的选择 给双方的父母 特别是刚刚一岁的女儿 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遗憾 这个遗憾 只有交给时间来弥补 自由是什么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曾经说过 人之所以能够选择自由 并不是说可以为所欲为 而是说可以有所不为 关于这一点 值得大家共同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